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岁男孩因何受伤 又是谁将他藏起 线索有线 嫌疑人销声匿迹 警方能否抓到真凶 稍后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四岁孩子的证言 这是几岁 我带回家去的前一个星期 你现在也还会翻出来看一看吗 我老婆一般他们都藏起来 不给他看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刚才视频上那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 他叫小川 拍摄这段视频的时候 还不到四岁 小川的父亲告诉记者 说他每当看到这段视频 就会想起儿子活泼调皮 惹人怜爱的模样 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成了 全家人的伤心往事 四个月前的一天 小川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于昌堂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天 2013年7月23日上午10点 他和妻子王海叶正在厂里上班时 小川的一个小伙伴 突然跑到厂里 告诉小川妈妈一个惊人的消息 小伙伴的话让当妈的一惊 她赶紧随小川的同伴去找小川 在一栋新建房后的小巷子里 小川的妈妈见到了小川 轻轻地像那个小猫那样那种声音 只有轻微的声音 妈 妈那样嘴巴流血 我走过去的时候 我以为是小猫 而这时候 正在修理机器的余昌堂 也闻讯赶来 此时小川已经无力说话了 看到孩子于昌堂也吓了一跳 早上还好好的 怎么一会儿不见 小川就成了这个样子呢 但他很快就从慌乱中冷静下来 他发现小川的血散落在马路中央 潜意识中 他觉得儿子可能是被车撞了 于是他一边安排人 帮忙送孩子上医院 一边报了警 如果自己摔没有那么严重 就是说孩子的鞋子在公路中间 没有被人移动过 那肯定是被车撞的 交警赶到现场时 小川已经被送往 莆田市第一医院 历城医院抢救了 而现场基本上没有什么线索 被送往医院的小川 当时情况十分危急 发现这个患儿已经出现双胃挫伤 还有颅脑痛度外伤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护盆骨折 这些都是危急生命 医生建议立即将小川转到市医院 否则危急生命 眼见着小川延延一息 小川的父母心如刀脚 恐延误治疗时机 他们赶紧将小川转到莆田市第一医院 病毒一通知书 连续下的是两张 他就说 可能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医生说正在抢救 尽量吧 后来第二次出来的时候 心里面就冷了 当时小川的外公在另一个砖头厂上班 听说外孙出了事 他心疼得差点晕了过去 他们当时我心里比那个烂瘦 我真的不知道 哪一秒钟那个感觉 这个野轮一下子就却不下 没有下来了 在莆田市第一医院 四岁的小川最终被确诊为 双肺破裂 骨盆骨折 头盖骨破裂 由于伤势过重 抢救无效死亡 小川的父亲说 他至今都不敢回首 那令人煎熬的一个多小时 他们在急救室外焦急地等待 期盼小川能醒过来 然而奇迹终没有出现 小川的外公赶到医院时 小川已没了气息 三个小时前 小川还是活蹦乱跳的孩子 现在突然间没了生命 他的父亲母亲悲痛欲绝 肝肠寸断 他们也想不明白 这孩子怎么会突然受这么重的伤呢 在这之前 他到底遭遇了什么呢 小川的父亲 于昌堂是贵州人 他的妻子王海叶四川人 三年前 于昌堂和妻子王海叶 在广东打工时相识相恋 2009年初 于昌堂和妻子王海叶来到莆田 在黄石镇平山村砖头厂工作 于昌堂隋岳父学机械 妻子王海叶是班员工 也就是在这年年底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 也就是小川 说起小川 于昌堂不禁煽然累下 他说小川带给他们两家 太多的快乐 让他们难以忘记 他外公钓鱼呀 打鱼什么的 就去跟他一起去 然后抓了一个鱼 给他玩的嘛 特别是 我拿着小子 听我拿鱼干 我们就一起去管 真的好开心 然而幸福的日子 定格在了7月23号 这一天 小川再也没有醒来 这条紧挨着砖头厂的村路 就是小川最好玩耍的地方 这里离路西边砖头厂的宿舍不远 家人说 小川有时候就和同龄的小伙伴在村路边玩 村路不宽 只能过一些小型的机动车 车流不大 因此 没人会想到孩子会在这条路上出事 警察第一次赶到现场时 发现路面上杀石不少 只有孩子的一双拖鞋和一点刹车痕迹 此外再无其他线索 究竟是谁撞了小川 司机又跑哪儿去了呢 周旁的时候发现 原来这起事故 不是我们显现的 那么简单 出事地点是在马路上 但奇怪的是 孩子的母亲是从一栋 新建的楼房后面 一条狭窄 破烂不堪的小巷子里 发现的他 这个就是当时 小孩被发现的地方 就是被藏起来 然后他们就在这里 据现场勘察的情况看 小川最后待着的小巷子 距离事发现场大约20米 而且当时孩子受伤很重 他自己不可能 爬这么远到小巷子里 那如果不是自己 又是谁 把他挪到这里来的呢 小川的母亲回忆说 当时是小川的两个小伙伴 去找的他 告诉他小川出了事 那这两个小朋友 又看到了什么呢 于是警方决定 问问这两个孩子 可是两个四岁左右的孩子 又能说出什么呢 他慌了 不停活了 管人雨的不快 没事 没事 我们问他什么话 他也听不懂 因为他毕竟说是四川的 他们话跟我们这边有差 小孩子还在看 我们穿服装的消息 有点心理也会紧张一点 刚开始跟他不熟悉 他也怕把钱不来 警察注意到 村路东边 这座有点气派的楼房 就是专厂老板的家 小川出事的现场就在附近 为了安全起见 老板在房子四周都安置了监控探头 有一个监控探头 距离事故地点 只有100米 这些探头 能否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呢 因为前两天正好是台风 把这个相关的监控设备 全部循环了 无法拍摄 监控没有拍到东西 那么事发当时 有没有目击者呢 这是事发现场附近 一个食材加工厂 一名石匠 每天都在这里加工食材 他看到了什么吗 都没人看到 都没有目击者 都没找到目击者 石匠那天突然身体不适 没有去工作 以稀了然的因素 让案件的调查 一度陷入僵局 像这种事故 他撞到人 没人注意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 他的主观是干什么 家长回忆 那天早上 只有小专和两个小伙伴 在村路玩耍 这两个小伙伴 也是通知孩子妈妈的人 由此看来 两个小朋友 是这起交通事故的 唯一目击者了 于是 警方再次找到 那两个小朋友 两个小孩 一个叫小豪 一个叫浪浪 都是四岁 也都是四川人 和小川一样 他们自小就跟着 爸爸妈妈 住在砖头厂 小豪比较大胆一些 这次他终于 开口说话了 他说 当时他们三个小朋友 就在砖头厂 老板家门前的 沙堆边玩沙子 当小川 往马路对面跑的时候 突然一辆车开过来 撞到了小川 那怎么就会撞上小川了呀 你不是撞了 就到这了 就到三岁了 好就撞上了 嗯 然后司机下车了吗 他下车干啥了 在这边 好像那边去藏起来 好像那边藏起来了 虽然小豪是亲眼 见过小川被撞的 目击者之一 但是要让一个四岁的孩子 描述清楚 赵氏车辆特征 和赵氏司机模样 实在是太难了 车大大的还是小小的 车大大的 小小的 车小小的 那是被什么车给撞了 是男的开还是女的开 小孩就会捡这个人 现在脏脏的 厕所 还有个味道厕所 脏脏的 车辆 前面有盆的 后面没有盆 为了弄清楚赵氏车辆 究竟是什么样的 警察带着小豪 一一辨认路上来往的车辆 经小豪辨认 赵氏车辆是一辆蓝色的 农用三轮摩托车 根据小孩的质量 大概已经能确认了车型 这是 就是那种 上轮车 小豪说 当时司机撞了小船后 下车将他抱起 往小巷子里走 并把他放在了墙角边 放在这边 把小船放在这边 那怎么弹的 人是怎么弹的 你做给叔叔看一下 通过警方耐心的引导和沟通 最后警方根据小豪的描述 推断出了赵氏车辆的大概特征 以及排查的范围 根据调查以及小豪的描述 警方确定 这是一起恶劣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 根据小豪的指认 赵氏车辆是一辆蓝色的农用三轮车 无牌照 车前有棚 车后无棚 司机是一名男性 因为车里有草 因此警方推断 司机很可能是农场的人 于是警方围绕着附近的农场 展开了排查 从我们那个发暗地点 扩散到那个村周边的 差不多有十来个 我们基本上周边 十来个村 也奶的 也牛的 这个奶产原产都去 都去 皇室镇十几个村庄 警方跑了个遍 但都没有发现可疑的 三轮摩托车和可疑的人 他就把这条路上所有来来去去从这边跑的车 这几个村庄里边的三轮车都去排场 在这个车辆的特征上面 我们也没有一个比较有价值的线索 导致于我们在摸排的过程当中 整个工作量非常之大 由于农用的三轮摩托车在农村非常常见 而这类的三轮车又没有排照 警方排查了一个多星期 仍然是毫无头绪 难道是小孩子描述不清 排查方向出现了偏差 经过艰难论证后 警方再次调取了监控录像 把事发前后时间段的监控录像重新排查 最终警方发现了一刻一车辆 这辆车在事发之前经常按点出现 事发之后再也没出现过 这里会不会有问题呢 那排查发现这部车是行走是非常有规律的 它是两天一次经过 从这个时间大概时间是10点到11点到12点之间 所以说这部车的嫌疑是非常大 监控视频资料显示 有一辆大体符合两个小朋友描述的 前面有棚后面无棚运草的蓝色三轮摩托车 于7月23日案发前经常在平山村村道行驶 案发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警方立即锁定这一可疑的肇事车辆 同时还张贴了告示让村民辨认这部车 因为监控室只能看到车型 为什么谁也不知道 只能通过当地的人去辨认 蔬菜基地发现嫌疑车辆 蔬菜基地发现嫌疑车辆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告示张贴后不久很快就有知情人举报 乘可疑的肇事车辆是一辆运蔬菜的车 他当时又提到说有另外一个蔬菜基地的运送功能 有行刑这条路段 但是具体的任务人他没提供出来 根据知情人的举报 警方到这几个蔬菜基地进行了调查 果然有人认出了这部车 他在车里连回了一堆 说这个车好像是有点舒适 他说有点舒适 我们就这样 我们就当时就告诉 谁知道你必须告诉我们 不告诉就是庞高比 就在嫌疑人很快浮出水面的时候 8月5日这一天 有一个人走进了交警大队 这个人叫沈金海 他承认那天就是他撞了小船 沈金海家住莆田市秀渔区护石镇 一年前他受贡于当地的一家菜农 为他们开车运输蔬菜 7月23日那天 沈金海开车在经过事发路段时 突然看到前面有小孩在跑 但沈金海说当时车速可能有点快 这个时候他已经来不及刹车了 而对于他撞了小船之后 为何没有及时报警和抢救 而是把孩子报进小巷子里 他是这样解释的 对于沈金海的这个说法 警方并不认同 他们认为这是沈金海为自己肇事逃逸 有故以隐秘孩子找的借口 他当时应该来讲一种是心理上的工具 另外一种应该是想逃避者的 态度不起他们 能够最积枪的话就这样 但是忽然去报警 还是说去采行大调码票 经调查 沈金海所开的三轮摩托车 既没有牌照 也没有上保险 而沈金海自己也没有驾驶执照 2013年8月5日 警方已间接故意杀人罪 逮捕了沈金海 好 今天我们演播是请来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 洪老师 这个案子真是挺发人深省的 你看这个沈金海他撞了人以后 把人藏起来了 然后导致这个孩子抢救无效死亡 如果说他当时撞了这个孩子 他马上下来打12报警了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就是一个最轻的一个结果 就是一般的交通造势 那么他的量刑就是三年以下 如果交通造势以后逃逸 就离开现场驾车跑了 离开现场了 这个就是一个加重情节了 还叫交通造势罪 但是他的量刑就是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了 那么还有第三种情况 就是逃逸造成被害人死亡 那么就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像本案它是故意隐藏 它就是另外一个犯罪行为了 主观心态发生变化了 就有原来的过失变成了这个故意 然后故意伤害罪的量刑 我国刑法是 唯有这个罪的量刑是 法律规定是有高到低 首先是死刑 然后下来是无期徒刑 然后再下来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当然这本案因为它是间接故意 原则上就是没有 其他特别恶劣的情节 判死刑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低于死刑的无期徒刑 是完全有可能适用的 那咱们再来说说 沈金海开的这辆车 它这个车是有车主的 这个车的车主 它要不要负责任 车主和造势者之间 人民法院会分清 他们各自的责任是多少 在分清各自责任的 多少的基础上面 他们之间是承担连带责任 那这车是三轮的农用车 这种车在农村现在很常见 没上牌 然后也没有保险 对于这种车 您觉得咱们是不是应该加强管理 我个人建议 应该作为机动车来管理 我们摩托车都要求上车牌照 那为什么农用车就不能上呢 那如果是不能上 我认为这个法律 这个政策应该调整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 一定要上车牌照 就我觉得农用车这个方面 我们国家法律和实际的执行 都要给它做一个比较大的 观念上的转变 郑柔之前警方所说 沈金海之所以这么做 一方面是因为害怕 是因为担心承担责任 另一方面呢 也是因为他不懂法 正是因为他这种非常愚蠢的做法 给受害者 也给自己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然而再多的对不起 也换不回一个孩子的生命 他死的真的太困难 最后的两个小时 我们都不敢想 感觉也得对不起他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真的有点 不能接受 但也必须地接受 这段视频是小川出事前十几天 他的妈妈给拍的 拍完视频第二天 小川就随爸爸于昌堂 回了贵州老家 死的时候刚从老家回来 没成想刚回来就发生了不幸 小川的死让家人难以接受 不得受 也许这一辈子 人不会忘记这种情况 不得 赵氏司机归案 小川的家人心里有稍许的宽慰 但是他们认为 沈金海除了应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外 他还要承担一部分经济赔偿 我们要求的最低就是说 三十五万 三十五万说 就是说是没有给他 谅解书的情况下 可是 让小川的家人失望的是 自从沈金海投案后 他的家人自始至终没有楼面 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这座楼房就是沈金海的家 他和妻子老母亲 以及儿子儿媳一起住 现如今儿子儿媳在广州打工 我们到他家时 家里就只有他老母亲一人在家 对于沈金海撞死人的事情 老人说他不知情 而他的儿媳在沈金海投案之后 就外出打工了 就外出打工了 一直没回来 对于赔偿的事 沈金海说他希望家人尽量去筹集 沈金海到案后 交警大队对车主和小川家人 进行了两次调解 坐在右手边的是三轮车车主金山 也是莆田当地人 以收购贩卖蔬菜为生 除了沈金海 他还雇佣了其他几个临时工帮忙 对于经济赔偿的问题 车主表示他们也是受害者 当初他们看沈金海没有工作 想帮助他才让他来开车 没想到沈金海撞了人 事后还向他们隐瞒此事 出于对小川家人的同情 他们表示愿意承担部分赔偿 经过两次调解之后 车主先付给了小川家两万多块钱 其余的赔偿再商量 那出了这么大的事 不可能不给人家一点排商会 但是不行 肯定要排的 排多排少的问题 小川的父亲是一名机械工 工作不能有丝毫马虎 因为小川的死 小川的父亲不能再干这份工作 小川的母亲怕处警伤情 回到了老家 如今他们只能借助照片和视频 来思念小川 你走得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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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来思念小川的父亲 可以 我还愿意给你 做一对好父亲 抱抱爱你 四岁的小川就这么突然的走了 他没能走进课堂 也再也没有机会和小伙伴一起玩耍了 这让人惋惜 也让人心疼 如果沈静海在事发当初能有一点点侧隐之心 他打个电话 报个警 叫一辆急救车的话 小川没准还有活的希望 但是就是他的一念之差 他不仅毁了小川和他的家人 同时也毁了他自己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近日说法 感谢洪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松河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